相信你们的欢呼声也会蛮大的 好 让我们有请亚洲人气偶像吴亦凡 哇 今天亦凡的造型很可爱 很不一样耶 哈喽 来 麻烦现在我们的背板签名 来 麻烦 凡凡站在我们的中间拍照 先看正前方 稍微等一下 大家不要着急 然后再看向我们的左边 好 看向我们的右边 然后回到中间 然后回到中间 还有我们中间上边有两位很执着的声音老师 让我们多照一会好吗 OK吗 我们的老师们 OK 好 那 反正请留步 好 因为今天是有态度的声点嘛 所以你是怎么理解有态度这件事呢 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啊 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啊必须要有态度有范儿 为什么笑呢 为什么笑呢 是这样的 因为我理解啊 这个态度的态度的呈现 是这样的 好 还没有说 还给我 还给我 要不然我说不了话 然后因为 那是小飞 其实是这个 特别向往六月这种生活的一个年轻人啊 不是个坏孩子 心里面是很善良的 心中有霞 心中有江湖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特别有态度的一种体现 讲义气有血性 爷们儿 这都可以理解为这种 现在当下年轻人的一种态度吧 所以因为老炮是你在荧幕上亮相的第二部电影作品嘛 那在16年还有哪几部会大家看到新的作品呢 其实16年应该是作品比较多的一年 会陆续的上映啊 这个有比如说刚刚拍完的这个 西游应该是会也会陆续上映了 当然还有这些像下游乔木啊 至今春啊 绝技啊 应该都会 美人鱼 对 都会在明年陆续的上映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反反 那最后呢 因为我们有一个环节就是要自拍 好不好 那你拿好不好 因为我胳膊比较短 好 当然了 这个 把那个有态度那几个字拍进去好不好 这样吗 好难耶 不行我们俩我们俩遮光了 来 太高了 你太高了 你太高了 好 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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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